我是会的 因为包括到现在 我也是一直就是有这种 特别互弟弟这种心情 互犊子 互犊子 对 在我内心 我觉得弟弟妹妹 我是永远要保护的 爽姐呢 就是我在想 我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就有的时候 粉丝很疯狂地喜欢我 或者是袒护我的时候 别人就会说 正爽的粉丝什么脑残粉 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 站出来跟粉丝说话 就说人家喜欢我有什么错 人家袒护我有什么错 我的不好是我的不好 你可以过来骂我 但不要骂我的粉丝 我会有这样的心态 其实还是有一个保护在当中的 就是我跟你 可以理解为是玩笑 甚至理解为是打闹 但是别人的 我们就统一把它理解为是侵犯 所以侵犯是不可以的 打闹是可以的 在弟弟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发现 姐姐毅然决然地冲过去 那一瞬间一个女孩子 可以为了弟弟出头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姐弟间的这种亲情 她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这个可能是担保家庭所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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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是担保家庭所体会不到的